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算是順中要求 大家都知道我是四川來的大熊貓 因為我有鼻敏感 之後身體血液循環又不是太好 雖然我已經很早睡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黑眼圈都是超級千年、萬年、一百萬年 這樣累積下來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早上的五分鐘底妝遮瑕的大法 就可以由千年紅貓變成現在正常的樣子 除了我自己的遮瑕方法之外 我都會分享幾款我手上擁有 但不是經常用的遮瑕產品 如果你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其實今天真的很好 因為我有點感冒未清 所以我的黑眼圈是超級厲害 你會看到那個眼袋位 是很厲害的 很多人都有興趣的 這支咖啡因眼睛 所以我今天會在大家面前塗上去 其實不會有什麼去眼腫的效果 因為我現在的眼睛不太腫 這些眼袋是真的 是去不到的 但我也想讓大家看看 它一會兒跟我的遮瑕產品 是不會打膠的 不會有任何的擦紙膠 你會看到我搓了兩下之後 已經吸收了 是一個非常吸收的眼睛 可不可以我一頭髮不斷黏著 我先戴上頭褲 我發現自己掃眼 最懶可愛是一件很噁心的事 其實說完這幾句廢話之後 已經完全吸收了 是沒有黏黏感的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遮瑕步驟 今天我所用到的全部產品 都是我每天會用的 所以可能有些髒 有些舊 有些差不多用完 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第二樣產品 就會用FITME的遮瑕膏 顏色是medium 它是一個偏橙 比較浮沫的顏色 所以相對上可以調整我的黑眼圈 讓它的啡色暗沉的顏色 沒有那麼明顯 我自己的步驟就是很薄 這樣上一個三角形 然後用一個濕了的Beauty Blender 拍開它 做了第一個步驟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顏色已經不會再變成啡紅色 就比較像一個膚色 不過我也知道現在的畫面是很詭異的 因為上面這裡是很深色 這裡中間是很明亮 下面繼續很暗沉 但是不要緊 這是我每天都會看到的狀況 第二個步驟也是Maybelline的產品 就是我經常用的一個海綿擦擦筆 它的色號依然是medium 你會看到其實顏色來說 沒有FITME那麼橙 它會比較膚色和白一點 我自己覺得它真的比較厚 而且遮瑕力比FITME好一點 FITME其實是很薄 你看到它遮瑕之後 這條痕還是很明顯的 但是就看自己 如果像我的黑眼圈那麼強勁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擦擦筆 不同的 這個會是大面積畫的大三角形 繼續用同一個Beauty Blender 就印開它 現在三兩下手勢 你會看到這裏的白色是更加明顯的 但是它已經遮好下面的 這裏的痕的顏色 只不過是不均勻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才會去上粉底 把整個面色調整成一致的顏色 我最近就用了Excel的Skin Tin Serum 其實真的很方便 如果我不是說話的話 我平時五分鐘就已經化完遮瑕底妝了 我就是這樣畫幾下 然後用同一個Beauty Blender 同一邊 就一直印開它 粉底印好之後 你會看到我整個面色已經均勻了 而這裏已經沒什麼黑眼圈了 只剩下眼袋位 那我就會用一個給自己膚色淺半度至一度顏色的 去做一個打量 你會看到它真的白很多 比起剛才任何一種遮瑕膏 我只會點點點 點在這個眼袋位的下面 而不是條線的中間或者上面 也是推開它 但我們這個推開就不要向上推了 我們向下推 這樣你就會看到下面打亮了 眼袋的痕跡已經撫平了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角眼 其實它是一個視角效果 基本上如果你打側看 或者這樣打下面去看 那個眼袋的立體感都會出來 只不過你在前面平面去看的時候 就可以好好地隱藏你的眼袋 而最後我就會上一個碎粉 定回剛才的遮瑕 千萬不要讓它這樣設定 要不然很快就會掉 很快就會溶 所以一定要加碎粉 不說我以為自己在做MAYBELINE的廣告 因為全部都是它們的產品 這個FIT ME的碎粉 其實我最近用的顏色是05號色 我自己專門配一些扁平的掃 這樣的形狀 我是用一邊去領粉 然後壓緊一點粉 抖一抖它 然後就這樣鋪上眼睛 記住不要掃 我們是壓下去的 為什麼會用這些扁掃而不用一些圓掃呢 因為圓的掃如果是這樣打圈的話 你會擦走你之前很辛苦的遮瑕膏 反而這些扁掃可以壓緊碎粉 在遮瑕上就不會那麼容易掉 持久度也會加很多 你這一刻看下去好像這個位置有很多粉 但是你去到最後你想胭脂 想打亮 或者你最後整塊面上一次碎粉的時候 你會掃走多餘的粉 所以這一刻的壓粉是不會令你原妝之後很後粉的感覺 我的眼底就遮瑕了 現在就化妝先 我很快速化完妝回來 是不是精神很多 而且年齡馬上減少10歲以上 我也覺得遮瑕這件事 在我的人生當中佔據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現在手上還有四支遮瑕產品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四支其實不上網也算有好評 有些也是很貴的專櫃品牌子 為什麼我會不經常用它呢 總有原因 這一支是Colourpop的遮瑕膏 因為這個遮瑕膏是超便宜的 大約是5-6美元左右 所以我當時一開始買了幾個不同顏色 打算回來試試哪個顏色適合自己的 其實它的質地都是非常忌廉 而且都很推 一推開就會變成粉狀 很快就已經設定好了 說真的它的質地都算是我喜歡的遮瑕膏 但是當它去到大約兩三個小時之後 它氧化的程度都非常厲害 很快就會變得很黃或者很橙 所以到最後我也是用過幾次就放棄了它 而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已經沒有logo了 你看到已經很殘舊了 不要看它的樣子那麼平實 如果你深思細密的話 都知道它是Clay Deport的遮瑕膏 它裡面是一個高狀的遮瑕 拋出來就可以直接放在手上 紋芯在高狀遮瑕來說 算是非常好推 非常滋潤 不算很乾 而且遮瑕度是極高 你看到青筋這樣推過來 都可以遮得到大約四成 其實這支已經是我人生的第三支Clay Deport遮瑕膏 我以前大約八至十年前 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這一支的歷史其實都應該多過五年了 我很久沒買過 它依然可以保持這麼水潤 證明它的滋潤能力其實很不錯 但是為什麼我最後放棄它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年紀開始大 我的眼紋就開始嚴重了 我發現了這一支雖然它滋潤 但是它會卡在眼紋裡面 卡到像彈鋼琴一樣 黑白黑白黑白 就很噁心 所以我最後都放棄了這個高狀遮瑕 而投入了遮瑕液的懷抱 接著就講一下這支 Too Faced的Bondisway Concealer 這支原無意外應該是Travel Size 它塗出來的時候是比較偏黃一點的 但一樣都是算好推 而且透薄的遮瑕膏 可以推到很遠的 這支遮瑕膏其實我沒有放棄過它 一直以來我都會繼續用 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的 它的遮瑕力也不錯 滋潤能力效果也很好 它可以遮到我的黑眼圈 和現在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以前香港沒有 Too Faced 而且它比較貴 所以我沒有變成日常會用的遮瑕膏 但現在比較容易買的話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它 好 到最後就會是這支 Makeup Revolution Concealer 這支的詢問程度和大家留言程度 都是很踴躍的 它是我最新入手的遮瑕膏 但我買的就不是大家經常看到的 這支叫做Conceal & Correct 就是用來調色效果的遮瑕膏 不知道這個方法和另外一支遮瑕膏 相不相同 但是這支在今天我覺得 都算是蠻雷的一支 我買的這個色號是Peach 你會看到它是比較粉橙色的 你看到一開出來就很快變成粉狀 它遮瑕力其實不錯 其實一開始上妝的時候 它的妝感也是很正常很自然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脫妝和容妝的程度 它的持久力在我身上是很低很低很低 基本上我上了它大約六七個小時 你已經會看到這個臥殘位 就是剝落、容、一坨一坨 然後很噁心的 一定要下整個妝再上 是完全不可以去補妝的程度 我用同樣的產品 只不過換了它 也有這個容妝的效果 我自己就很快打了它入冷宮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日常遮瑕步驟 還有一些遮瑕的產品 我現在拍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就讓大家看看現在遮瑕的狀況 你會看到如果這樣不笑的話 其實是沒有任何乾紋 或者是遮瑕膏液在眼紋的情況出現 當然如果我笑一點的話 都會有些表情紋在 但是它依然是很自然 很融合 完全沒有任何溶妝 我現在是沒有開任何冷氣 前面有很大的打光燈 是很熱 我整個人在流汗 是不會溶妝的 雖然我夏天外出汗也好 其實我的遮瑕膏都可以保持很久 還有保持高過一半的遮瑕力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一個遮瑕眼圈的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